你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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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谢谢你啊 大哥 都怪我在那边打电话 都怪我 没事 孩子没事就行了 大哥 你这外卖都撒了 我赔给你吧 不用不用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连我的车都敢拉 信不信我分分钟到你公司平台 偷走你啊 把我的车要是刮坏了 我让你出道都不走 还有你 自己的孩子不好好看着 坐在这里来路是怎么回事啊 哎 美女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好在这里送外卖 孩子的安全要紧呢 我就 要不你看看你的车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赔给你 你看看这划痕 一看就是你刮的 赶紧赔钱 还有你们这么一闹啊 耽搁了我跟阳市集团 签500万的合同 你跑外卖 一个月轻轻松搜这个几万 那就赔我十万吧 十万 十万 喂 你好 喂 我外卖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路上遇到点问题 你这样啊 你不要投诉我啊 你要投诉我这个月白干了 我就要投诉你 看吧 看吧 这就叫做活该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颠倒是非黑白呀 你这车上的划痕一看就有段时间了 人家外卖小哥根本就没有碰到你的车 大家出来赚钱都不容易 他为了我们风雨无阻 现在做了好事还要付出代价 你要是这样做的话 以后我们要是遇到难事了 谁也愿意伸出援手啊 你个大妈少在那给我多管闲事 我教训一个臭松外卖的关你屁事啊 还有 就你这种呼呼态度 你不信我到你平台投诉你啊 你们两个少在那给我磨磨叽叽的 赶紧赔钱 耽搁了我的时间 你们赔不起 白白 你大人有大量 我是真没那么多钱呢 你这车加起来还不到十万块钱 你不要合身进尺啊 你少多管闲事 他没钱 那就你赔 反正他也救了你的子 行 我赔 但是我现在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我公司呢就在楼上 要不你上去给我拿钱 大哥 今天的事谢谢你啊 你要是有事的话就先去忙吧 今天的事情我全权负责 哎 他指定是不能走啊 你们两个要是不赔钱 谁都不信费 老板 谢谢你啊 要不我跟你一块回去吧 顺便给你打个线条 你放心 这个钱我一定还给你 哎 别过去了 我赶时间 前面道路 少过少花样 来 大哥 坐 来 这个呀 就赔给你的十万块 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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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算回来了 我闯您半天了 哎 石总 你也在呀 这位啊 就是咱们巴东木瓜子苏的项目合作方 史真香 石总 我已经知道了 下去吧 好的 石总是吧 钱已经赔给您了 您可以走了 哎呦 原来您就是杨总啊 这刚刚啊 都是误会 哎呀 什么钱不钱的 咱们啊都是一家人 这十万块 哪有咱这五百万的合同重要啊 这合同固然重要 但一个人的人品和对社会的贡献更重要 不要以为你穿了一身名牌 开了一辆破车就比别人高一等了 从现在开始 杨氏集团拒绝和贵公司的一切合作 请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去